梅西西罗世界杯包红姆巴佩都需要战术体系,唯独大罗不需要,巅峰罗纳尔多到底有多强,有一句话叫做,把球交给罗纳尔多就行,如果你看过巅峰罗纳尔多踢球,就不会怀疑我说的这些话,无论是在埃音波恩还是后面的巴萨,国米,黄马,他都是到了球队马上就能取得进球。 贝利之前在采访中表示,健康的罗纳尔多天赋,是他见过最强的球员,大罗可以在前锋和前腰两个位置控球,这是梅西和西罗都不能做到的事情,即便是巴西国家队有一段时间的工兵中场配置,大罗依然能够拿出最顶级的发挥,如果是巅峰的,无伤病的罗纳尔多大罗,那么他是自带体系的球员,有种战术叫做, 把球传给罗纳尔多,这就是对大罗最大的肯定,少年读书时,看到大罗形成单刀,心就慌,因为大罗又要把文降过了,这时心总是莫名的跳动,因为最牛逼的过人,钟百事就要上眼了,无论是2002年3R领先的超强五星巴西队,还是1998年一大群日本联赛,半退休状态老头战坑的巴西队, 罗纳尔多都能照得住,有个词叫把球交给罗纳尔多,没错,球星黑洞时期的国际米兰,有个啥体系,有个啥战术,没错,是有维埃里,但他跟大罗很少有同时健康的情况, 两人能同时首发的机会并不多,那时候的国际米兰,其实就是一大堆工兵敦坑,罗纳尔多,前场单堂,成也萧何,师也萧何,正因为经常单起创官,双腿长期反复被侵害,伤病是其挥之不去的噩梦,否则他的前途更不可限量,贡献将更加炫目。 感谢观看